原标题 破记录 据最新报道 有海外知名爆料人表示 此外 还包括传闻已久的新Mac Pro 新AirPods Pro三款Apple Watch 一款低端iPad以及新款iPad Pro 当然还有iPhone 14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最受关注的产品之一 iPhone 14今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变化 至于Pro 版本则变化更大 依然维持一大一小两款产品 但是将首次取消刘海瓶 采用挖孔式的设计 虽然目前还是早期传言 但是几乎所有供应链传出的消息 都指向这种方案 这对于以往的刘海瓶来说 瓶站比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备受期待 除了秋季的大量产品之外 消息还称 苹果将会在4月份左右召开一次发布会 这次的发布会主角可能会是iPhone SE iPad Air等等 其中iPhone SE同样非常引人关注 据预测 iPhone SE3将配备iPhone 13系列同款的A E5旗舰处理器 并且支持5G网络 这也将成为苹果最便宜的5G手机 扩展更多市场